来 看看你的膝盖在下蹲的时候有没有弹响声 大家能听到一个翠耳的响声 这就是你的关节失衡造成了关节的弹响 每天都健身 但是膝关节弹响怎么办 记得点赞关注我 教你怎么解决 造成关节弹响一共是三种原因 第一种是你的大腿的前后失衡 当你在弯膝盖的时候 如果要咔咔的响声 一般来说代表你大腿后坐没有力量 前头在紧张 来听一下我的关节响声 响不响 巨响的一个响声 可以听到 怎么去练呢 你要多练习大腿后侧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器械区 或者是去做这个勾腿的动作 脚跟去踢到屁股 直到你感觉要抽筋的感觉 这是你大腿后侧无力的一种表现 你要多练这个 因为长期我们久坐的原因 造成大腿前侧过于紧张 后侧无力 前后失衡 弹响是前后失衡的表现 第二种原因是你的臀部不会发力 所以我们在往下下蹲的时候 你的臀部要发力 臀部到底怎么去发力呢 你要一定要记着下蹲的时候 加臀 加臀的时候呢 把你的大腿往外旋转 往外旋转的时候 再去做先蹲 保持发力 再往上蹬起来 如果你保持臀部和大腿后侧发力呢 大多数的弹响就会消失掉